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名字取得好 钱也不用花了 你就是每花一朵 如果把伯母Lucy比喻成一朵花的话 那它会是A 喇叭花 B 梨美花 我跟你说 伯母Lucy肯定是梨美花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今天的传组很伯母Lucy 我也觉得如果伯母Lucy 接下来有拍电影还是什么 你一定要参与 是吗 你会吗 我很想 你很厉害在国会讲故事 你在读书的时候参加讲故事比赛都得奖吗 现在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可以说几乎每一年我都有得奖 如果当时退学 你想你今天最可能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继续割塑胶吧 不过今天没有塑胶园了 因为穷 你的母亲牙痛却选择用钳子 把蛀牙拔掉 如果今天同样有人牙痛 没有钱看牙医 你会怎么做 我会拿钱给她 就好像以前我们甘邦的时候 你去政府的这个医院拔牙需要钱 虽然是说几块钱 不过我妈妈连几块钱都没有 所以牙痛还是尽量地要去看牙医 假如是我的居民的话 真的是有问题我会帮她的 我一直以为警察会拔牙医 你比较怕老鼠还是蛇 都不怕 真的 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有很多老鼠也有很多蛇 所以我总是要帮我弟弟妹妹 所以有蛇感进到我家里 都一一地都要打蛇 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到国会发言的话 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我希望我们电视台这里拍节目拍戏都好 国家可以就是更大力地给我们支持 觉得最具体的最现实的就是预算方面 下一次的这个预算议论 你电邮给我 给我多几个鸭鸭 什么比较可恶 垃圾虫 懒惰虫 还是淫虫 当然是垃圾虫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跟日本 跟台湾学习垃圾不着地 就是有这种习惯 不是只因为我们有缓杂费 就是垃圾由别人来清理 这样的话永远我们都不能够 是一个清洁的国家 你最近想出自认聪明绝顶的少主义是什么 其实《遇见蝗虫》 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是我想出来的 我就用了我们个别名字的其中一个 把它拿出来就形成了《遇见蝗虫》 今天我们的搭档呢 金花银虫 我喜欢这女士 我喜欢《遇见蝗虫》 我们为了解